我给大家录一部反映加拿大秋天警示变化的一部小的纪录片 这里是Mississauga 离我家大概有200到300米左右 这是一个Mississauga的普通的公园 在公园里主要以Mapleleaf 主要以风树为主 现在是10月中青左右 这个秋天正是刚开始 你看这个风树 基本上慢慢的树叶由绿变成黄色 部分已经开始转换成红色 这个树叶的变化很有特色 在西边的树叶基本上以黄色为主 然后环到东边树叶还是比较绿的 这主要是受阳光照射的影响 这还有一条小溪 这条小溪水不多 你看它是慢慢的从东往西 我左手方向是西边 它慢慢的往东移 你看地上铺满了枯树 掉下来的叶子 这叶子有黄的有红的 好像一块红地毯一样 一块色彩斑驳的红地毯一样 我慢慢往西边走 这个西边的湖水 你可以看到 偶尔有一两只小松鼠从我旁边经过 但是很难抓拍到 因为这个相机的速度没有 这个松鼠的速度非常快 它一看见人来了 它就跳着往前走了 你看我慢慢的 诶 这儿有个小池塘 在小池塘慢慢的往前移 你看我慢慢往前推 你看一片红色的 又树也覆盖的一块空地 往往往前感恩 加拿大的秋天还是非常美的 特别是这个季节变换的时候 它这个色彩啦阳光啦 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地图 再往上走走 往上走的话 那就是靠着公路 这样吧 我还是继续往下走 继续往树叶堆积比较密切的 你看很漂亮 现在就我一个人在公园里走 相当大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 人少地多 环境非常美丽 好你看一看 不能再往下走了 这还是这条小池 我找个小通道 通过这条小池 好 大家细细地欣赏 我速度慢一点 像这样的公园在加拿大到处都是 所以加拿大被联合国评为 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国家之一 它一般都是在前三名 主要是因为它的环境了 居住了 各方面比较适合人 好 我再调转一个方向 往前走 看看我能不能抓到一个小松鼠 都躲起来了 冬天到了 小松鼠忙着积累食品 然后准备要预防冬天 因为加拿大的秋天时间很短 可能也就一个月的时间 到11月中期中期的话 冬天基本上就比较冷了 好 行 希望大家欣赏 能够知道我刚录下的片段 再见